他就是要买货车 我们家人都不同意他买这个车 就是说你们俩先过一段时间看看 要是过不下去 你买的车咋办呀 对 但是他非要买 后就是借了四万 他没得姐姐借 从我个卡里又取了一万 交了五万块钱 之前那还没有还清对吧 对 借了这四万块钱 是给他姐姐是一年六千块钱的利息 那个时候货也不太好干 他也不懂得也不会干 他就非让我跟车 我留下你转不出来 一个月要换两万六的贷款 也没有钱花 到12月份他就走了 走了 把车子放路边 就是回北京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给我说一声 离家出走吧 不打招呼的 莫名其妙的就离开了 对 我的时候他说 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就是把他绑在椅子上 他没有自由 对我再好 我不自由 那意思我不给你过了 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每天呢 就是在争吵当中度过的 心里就崩溃了 崩溃了 你为什么会给他一个说法 说他对你再好 你都没有自由 为什么会用给他一个这样的说法离开 到山东以后 我都到一个陌生城市了 我除了在家 就是除了跟他在一起 我没地方去 他管住你了 我认为是这样 但是你这个走 要不要把话说明白 把事了一了再走呢 就是因为钱了不了 那你这算什么逃吗 对 到今二年 九月份回来的 你为什么回来了呢 他过得不好吧 在北京 你为什么又接受了 刚开始没有接受 他就求我嘛 就求我回来 说好好过嘛 他就七个包回来了 我也知道亏欠他的 我不会说不管他这个事情 我赚钱会给他补偿嘛 我没有让他断开联系 电话 微信一直都在联系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挣到了钱 我还是会还给你的 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 觉得你们俩人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我就是欠他钱的关系了 没啥其他关系了 那干嘛回来呢 我在那边 确实也是开出租车嘛 也不太赚钱 过得也不是很顺 就是想着再回来挽救一下子嘛 什么关系 就过日子夫妻关系嘛 然后呢又开始还债吗 对 七个包回来的时候 我在家 家具厂里干活嘛 一个月可能在 好的时候四千来块 回来的时候他又说 我挤着还账 就把我的工资的卡 他就拿走了 又还账了 这又是还什么债啊 不知道啊 跑了一个弟弟网约车 自己把它借了一万八千块钱 要交押金 后来我也没做 开出租车 也花出一些钱 当初因为殷先生的债 宋女士曾经犹豫过 可是结婚后 宋女士却表现出一个妻子 应有的情谊 不管是该还的 还是不该还的 他都帮殷先生 统统都还了 我们两个人赚的钱 都是在一个坎里 不想老吵来吵去的嘛 你的想法是 如果就这点钱能还清 对 日子还可以过 对对 可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殷先生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而且他一系列的离家出走 才刚刚开了个头 第二次出走 应该在17年6月30号走 16年回来到 他走的时候 还了18万账 这一直处在还债的过程中 对 他说这个账 我有时候 我自己都考虑不到 我那个钱嘛 就是拆东西 补习墙的时候 好像这个钱 总是在周软着的钱 还是在一直这样 不断地还着 不断地拆着 不断地补着吗 对啊 因为我们收入刚开始少嘛 你有没有算过一个大概的账 比如说 我们还这些债务 替你还那些债务 到底还了多少 9万到10万之间 他还有他个个 有3万多块钱的那个信用卡嘛 他个个不还 他拿这本来了 我们来还 到6月30号 他又走了 又走了 三个信用卡 我给他把账换完了 换完了6月30号 我也不知道 就是开车车嘛 还是在一家公司里开车车 现在是打工了 他就把车一溜 早晃起来 他说跟我说去打水 找不找了 发个信息嘛 说对不起 我也舍不得 但是就好像说 他压力大呀 等于还是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说法的 对 你这一回心里怎么想 我去找了 我就去他妈家里嘛 我给他妈说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给他放了 他还了10来万的账嘛 他妈就说 他咋 他赚了钱呢 他从外边回来 那时候我就说 让他把钱给我嘛 就说你要不过来 你把账算一算 是吧 我一个女人也不容易 他就说没钱给我 就是又跟我一起回来了 他就说 我也不舍得 你离开我运行